人家的光芒閃爍 左手牽右手 時間停留別走 讓生命每一刻有我 負持中華護身協會 由鄭華波 副名 中華護身協會 華波帳號 42138483 42138483 銀行帳號 銀行貸號 土地銀行 005 帳號 012 001 195 679 012 001 195 679 護持護身放身超度陰生衛生胎兒 接下來請收看經典佛曲 11976 11976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随见诸法无来去 然未尽情逆宗者 生世护主观音前 散门横世锦顶礼 你若知愿祖佛陀 羞耻阵法而成就 你了知其心骨 与此宣说佛子心 一火下满大舟势 为自他渡轮回海 日日夜夜不懈怠 闻思羞耻佛子心 贪恋琴芳如飞水 曾恨的芳如烈火 以往取舍余安折 抛弃故乡佛子心 离恶离 离恶今孤火简起 无散软故山自贈 今孤心愿佛神定界 举今处佛子心 今处佛子心 今处佛子心 世歌中弊身可殿 色几星是佛子心 交往而认真贩毒 释怀闻思修事也 明晨无忧慈悲者 愿离恶用佛自信 以此真是灭罪业 功德怎如上显约 是身上是教自身 更为真爱佛自信 祁舍的夜变 离圣抚鱼 世间天生能救谁 不知书生无凄促 皈依三宝佛子心 佛说难忍恶去苦 皆为恶业之国报 世故终于生命难 永不遭罪佛子心 散有了如草剑物 乃是瞬间怀灭法 了知恒是无边法 喜求解脱佛子心 无事事来此我者 珠穆若苦此何乐 世故唯独无边中 发菩提心佛子心 主苦悠久此乐生 圆满真决力他成 世故极乐与他苦 真是想唤佛子心 何人已大堪于心 夺活灵夺我祖才 自身手永三世山 回想与他佛子心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欧阅网 仁一杯喜 仁一杯心讲弥醉 此身代守佛子心 有着百般众山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无尽其如上师 恨是定待佛自信 贫穷恨长受人情 且为踪迹恶莫比 众生罪苦之待受 无忧且诺佛自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毫无傲慢佛自信 自称心的落微笑 相抚爱的反增强 无疑痴悲自军对 调伏自信佛自信 一切妙欲如烟水 欲相守知欲增弹 灵声贪恋主事物 即可放弃佛自信 一切尽心为心脏 心心本来离喜别 了得此离雨而去 皆不作异佛自信 皆不作异佛自信 你先知事成疲惫 事故遭遇未远世 事为幻想佛自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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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与祖宗无怨恨 羞耻爱人佛自信 为臣子里小城市 情如浮灭染头火 绕一种神功的愿 举足尽尽佛自信 当知知观双云里 依此摧毁诸烦恼 真是超越似无色 休息参定佛自信 若无知回忆无度 不得圆满菩提果 故意方便善人空 羞耻耻智毁法自信 若未观察自错误 以法心相心非法 世故恨世神自禁 断除过患佛自信 亦或坦塌菩萨国 亦或坦塌菩萨国 则将毁坏自功德 故意大乘主司夫 不认为 women 不说过世年前 不认为生事 这是共同于世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是琴修诸善根 为初无边众生苦 解一三轮清净挥 挥向菩提佛自行 为礼余修菩萨道 一朝经许轮殿意 诸善遮掩耳转足 三世其从佛自行 饮无悔且无休息 虽无知者所惜此 然意诸多今论故 此佛自行定无谬 而诸佛自光大兴 如我愚者难策骨 相未不负等主国 诸善者前起宽树 以此善缘终有情 一生诗书菩提醒 等痛不住有几别 大悲护祖光自在 感谢观看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在杭州罗摩坊 有位正姓农夫 他养了一头牛 而这头牛 也为他卖命工作了好几年 小黄 饿了吧 吃饭了 小黄 我们回家了 小黄 休息下了 随着时间推移 这头牛的岁数 也越来越大 并且也又老又病 后来也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老伙计啊 你在我家工作 也很多年了 这些年 你可真是为我们家 辛苦了一辈子了 可怜的老伙计 你放心 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干活了 可我绝对不会杀你的 我会一直养着你 直到你生命结束的 到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将你厚葬的 然而几天后 有一位图户来到了正姓农夫家里 正大哥在家吗 谁啊 听说你家里有头老牛 我能看看吗 好啊 你跟我来 这就是我们家的牛 正大哥 你这头牛已经又老又病了 也不能工作 不如卖给我吧 你是 我是图户 这头牛如果现在差了 手还能卖一些钱 如果再收下去的话 那可就不值钱了 这样吧 我愿意出两千元买下这头牛 两千元 是啊 两千元 这个价钱可不少啊 好吧 那就卖给你了 可怜的老伙计 你放心 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干活了 可我绝对不会杀你的 我会一直养着你 直到你生命结束 到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将你厚葬的 哈哈 真多的 老郑 你家的那头老牛呢 我刚才 我刚才看到有个人 牵你家的那头老牛 走出了村子 是啊 那头老牛被我卖了 啊 你把他卖了 你不是说 要一直养着他 等到他死后 还要厚丧他吗 可是 那个图户 出价很高啊 两千元呢 为了这两千元 你就把 为你卖命工作这么多年的老牛 给卖了 你还曾经答应 要照顾他呢 老郑 你这么做 会遭报应啊 哼 一头老牛 能卖上两千元 这样的买卖不做 就是个傻子 几天后的某个晚上 这位正姓农夫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诶 这不是我家那头老牛的叫声吗 啊 老伙计 你怎么回来了 你本来说要把我厚葬 没想到 竟因他爱钱财而害死了我 你这个戒律忘义的小人 我今天 是要来向你索命的 啊 不要追我 哪里跑 啊 不要追我 哎呦 痛死我了 啊 啊 原来是做梦啊 哎呦 背部好痛啊 怎么回事 背后怎么长了个毒窗 明天得找医生看看 就这样 这位正姓农夫的背上 长了一个毒窗 找了许多医生 都没能医好 哎 这病不好医治啊 这些药 你拿回家吃吃看吧 好的 谢谢你 好苦啊 哎呦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后来 这个毒窗逐渐溃烂 一直烂倒 连内脏都能看见时 他才痛苦的死去 啊 痛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我得快进去救救老正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老正 你忍着点 我去帮你找医生 没用的 这是报应 你说的没错 为了两千元 我就把为自己卖命工作好多年的老牛卖了 我还曾许下承诺要照顾他呢 我真的遭到报应了 真是不假的报应啊 哎 因果报应